第一次听到这句禁思语 我记得是在一个营队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直因为要不要承担 像是核心啊或者是社长这件事情而烦恼 然后是我们那一个组队的那个妈妈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其实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心 只要原生就不怕原来的词 是你的机会的话 你要好去把握 那就一定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好的学习跟成长 那其实像我现在因为已经大学毕业了 那在读研究所的同时 也会有的时候要写论文啊 或者是在过程当中也要实习 常常要交报告跟人家讨论什么的 其实过程当中 如果不顺自己的意愿的时候都很烦恼 但这句禁思语都会一直给我很大的启发 要提醒我就是要确定心理的方向 然后确定自己的未来想要走的生涯 不管是生涯方向 还是在慈善这个部分想要走的一些职业 都要提醒我说 我要坚定自己的道心 然后在过程当中 也要很稳定自己这一份心 保持着勇敢 然后还有自信的这样子的样子 然后可以才能够去找到 我真正想做的路 然后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